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朋友们 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 篮角拳手李斯坦基 李斯坦基 他从拳击小白一路乘风过浪 会变为真正的女战士 最后一战 他必定全力出击 欢迎李斯坦基 那我们来欢迎 红角拳手王菊 王菊 上海第一痕见 拳法高是灵活 拳重且穿透力绝加 王菊立下的冠军 倒或不倒 就在今天 就在我们的决赛之夜 欢迎王菊 在两位拳手进行赛前准备的时候 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场比赛 台材 李维颖 把你们的呐喊声欢呼声 送给两位优秀的女拳手 对战 对战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们 这是我们众所期待的最终 金腰带的决赛 我们的红角选手是王菊 那的蓝角选手是李斯丹妮 放拳套 好 退回进去 好了 观众朋友们 那这里就是我们全力以赴的 我们女子级别的金腰带之战 也是第一季最强女子拳手之战 我们看两位选手李斯丹妮 全场一百八十秒的比赛时间 有一百四十四次出拳 一如既往快拳 他的教练张耀平老师 是最擅长控制距离的教练 而反观王菊的教练是徐灿 徐灿是由坦克推进打法的 中国拳王 王菊也是女子选手里 唯一拥有重拳的女子选手 前有 王菊拉着手摆拳 李斯躲开了 在后退中 李斯的两次反击精准命中 再次展示了 李斯在游走战中的 精确打击能力 对 李斯在前手直拳 再一次前手刺拳 拿自己的臂展控制距离 两个人进行了交叉的对战 但这一拳都没有打中 加油 王菊的前手拳 再慢慢地压制进去 自从孙日之后 李斯的反击 不再是无防守的拼拳 而是利用灵风的脚步 在后退中的精确制的 这种反反技术 对于一般的选手来讲 都很难掌握 李斯干得漂亮 他好灵活 他一直在动 他得动 因为他个子都要高 他要保持距离 面对王菊的前冲和他的重拳 李斯在后退反击中的游走点破 加油 非常有效地控制了王菊的进攻 漂亮 比赛中的前手刺拳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漂亮 对后中的进攻 对后中的进攻 在双方的拼拳中 我们可以看到 李斯坦尼比王菊的对拼拳略多 这也得益于他优秀的臂展 好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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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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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帅 好帅 非常棒 特别好 特别好 太棒了 太厉害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在第一回合里 天马流行拳李斯坦尼 在后退中的反击拳 给自己带了非常好的判定 李斯坦尼在面对于文文的比赛里面 就用过这样的技术 在教练的调教之后 后退进攻的反击拳 再次给自己带来了优势 而王菊在第一回合的比赛里的 抢攻脚步并没有那么坚严 但是自己的重拳的力量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 感觉菊姐是追着打的 但是李斯坦在四边敏捷 一直在躲 但他们进步了好多 打得有章法来 以前的时候就是乱打 不管三七二一 上纸就是太打 李斯的臂展 有势发挥出来了 他们的身高臂展有一些差距 王菊肯定是往里压的 李斯的进步很大 他的步伐很灵活 然后他的那个拳 有点位的感觉 可以吸点羊给他 恢复快点 没有 没有 我们需要 我体力没有任何问题 我们就把距离拉近一点 好 远距离直船先开路 有距离就够吧 我们主动一点 就一分钟 你的腿没事吧 大腿不干吗 西头羊 很棒 全手的直子它很棒 而且他根本听不了你的声 对 全手直子它就OK了 李斯坦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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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菊加油 加油 好了比赛进入到了第二个回合 那在第一个回合里面 李斯坦的后退进攻 给了王菊带来非常大的麻烦 而王菊在第二回合的霸王晶天拳 能不能打出来 双方的第一回合 双方在出拳上更加的慎重 而且注重自己的防守 更注重点数战术脚步 总之他们对于内台更加熟悉了 他们向着拳击手更进了一步 我们看后手前后手的连击直拳的进攻 王菊没有输出的机会 第二回合由于李斯坦尼高频率的输出 加上自己后面的点控打得越来越自信 王菊的重拳无法打到对方的身上 怎样的反击才能为王菊带来胜利呢 压进去后手摆拳 王菊发力了一次重拳击打在李斯坦尼的头部 第一回合比赛之后王菊调整的战术 不再是试探性的出拳 而是以拙破场大规模高密度的进攻 让李斯坦尼防守出现漏洞 被自己的进攻冲到机会 王菊突然的战术跳动 李斯坦尼有点不适应 他的游走点控面对高密度的进攻 自己的防守还是压力很大 好胜啊 王菊的大白球没有打到李斯坦尼 但打出了力拔山西气盖式的气魄 王菊步步紧逼 其实让压制李斯坦尼 面对防反型的选手 一旦打破他的呼吸和节奏 对于防守型的选手来讲 压力就会非常大 李斯坦尼在后腿中再次被拎 转对王菊的步步紧逼 李斯拉开距离之后 依然是被命中了拳 他的心理素质 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挑战 右手摆拳再次再次连续的中击 再两个人拼拳 跟王菊共战优势 最后的十秒 李斯坦尼再冲了一波 李斯坦尼的连续摆拳 但是由于两位选手体能的巨大消耗 拳的命中率并不高 好 最后一下扔空了 扔空了 扔空两拳 太棒了 太棒了 来 送去 很好 很棒 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 太棒了 太厉害了 第二局 王菊的霸王惊天拳开始出现了 右手的摆拳 左手的摆拳 连续的中击 王菊的中击 给李斯坦尼带来了非常多 在判断上的影响 李斯坦尼在最后退居的时候反击 李斯坦尼依然是保持着自己 接近一秒钟出一拳的评 第二回合王菊 第一回合是李斯 有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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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话 我觉得女拳手没有 跟男拳手就没有什么区别 大家也都是各种就是 应战的一些策略 然后根据对手的一个方式 然后及时进行调整 这回合稍微有点被动 打着拳有点飘 都打着对方脑子上头去了 看准他 看准他打后手 第三回合咱们积极主动 给他不一样的感觉 积极主动的打乱他的节奏 上去以后就给他来一组 一 二 三 四 四 组合打出来冰了 打过去跑 感觉怎么样 特别好 真的 你要吸氧吗 他今天都是直拳 就是把距离空近一点 你有好几次 你已经把他逼到位置了 但是你就两拳 你自己撤出来了 你不要自己撤 再输 最后一分钟 最后一分钟 李斯坦尼的第三回合 对于两位选手来讲 谁能拿到距离 谁就能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 李斯坦尼的距离更远 一旦进入到近身 对李斯坦尼来讲是不利的 王菊一旦拿到近身 自己的重拳 会给李斯坦尼带来巨大的影响 今将为您带来的是 全力以赴的我们 女子组金腰带赛 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好了 观众们 这是最后的一回合 对于女子金腰带的比赛来讲 两位选手 已经只有最后的一分钟 来争夺自己的腰带从数拳了 一方是拥有怪拳 将近每秒出一拳的李斯坦尼 那么另外的一方 是在女子选手里 唯一拥有重拳的王菊 在最后一回合的较量 将决出最终的女子冠军 走 比赛开始 赛点了 出拳 哪一拳 非常龙脆的 开始出拳 王菊的后手正拳 击中了李斯坦尼 李斯坦尼用前手的自拳 进行反击 连续 前手自拳 前手自拳 李斯坦尼高密度频率又上来了 机关强势的打击再次出现 加油 李斯坦尼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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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的前手的摆拳 应中了王菊 两人互换一拳 前手李斯躲开了 脚步开始灵活起来 面对王菊的高密度进攻 李斯开始慢慢地适应了 后手 这是一次中拳 太厉害了 还好有头盔和极大拳套的保护 李斯坦尼在这一回合 由于王菊不再孤立地往前冲了 李斯坦尼的迎击机会变少了 都慢了 都慢了 李斯坦尼的前四拳 往后一个摇闪 脚步灵活起来 天亮左手的摆拳 王菊头部出现明显的移 这明显是一次中击 李斯坦尼 王菊在自己的前冲的势头里 时不时地往后退下 对李斯坦尼 对李斯坦尼 后手的直拳迎击 面对对手的重拳 毫不退去 前手拳的护攻 往人的高密度进攻 比赛到了最后 双方拳手 毫无放弃的征仗 王菊的重拳抡起来 而李斯也在用高密度的拳 进行还击 双方在十秒钟的时间 至少输出了十秒钟 这是女主组的总决赛 这是一场李与美的视觉盛宴 让我们尽情地为她们欢呼 再多地呐喊 欢呼她们都值得 她们用自己的汗水 努力证明了自己的每一步 她们正如 豪指洛杉负中的 天若惊虹 宛若犹蓉 同为胭脂色 一拳破长空 谢谢 好棒 你特别好 结束了 没打过了 没打过是吗 她很累 对 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的比赛 双方都改变自己的打法 王菊不再进行纯粹的前冲 她是前后的进攻 来虚晃出李斯丹妮的刺拳 再进行拳法的打击 李斯丹妮也不再纯粹机械性的后退中的进行反击了 开始寻求主动进攻的机会 光从李斯丹那一拳把她打一位了 但王菊那一拳也很狠 改一拳 改一拳 对 但她不知道根本不知道 因为看不出来 因为打得太胶着了 我觉得她俩当时打得太胶着了 特别特别胶着 就是感觉有种胜负难分的感觉 她们在这个比赛当中都展示了就是 非常有勇气 然后就是游游有蒙的那种感觉 全力护的我们重量级金腰带争夺战 即将开启 首先欢迎拦角拳手黄迅 黄迅 黄迅 常年的篮球训练 给予了她充足的体能储备和身体灵活性 充满力量的左右轮摆拳 随时随地地准备好给对手强攻 现在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再次书写自己的夏日传奇 黄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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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她轻装上阵 但世代必得 好帅啊 因为她的眼神在告诉所有人 肌腰带从一开始就只属于 红角拳手赵磊 准备 欢迎本场比赛的排财王林 现场的观众朋友 把你们的热情表达出来 让我们的两位拳手能够听到 来吧 对战即将开始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全力以赴的我们 重量级腰带战的决战 两位选手的胜者也是 全力以赴我们的冠军天花板 好 好 常常要听我口令 不去打后脑 可以打腰部一下 好 注意安全 好 好了 这里是全力以赴的 我们重量级比赛的腰带战 那么白色比赛服的是赵磊 黑色比赛服黄迅 赵磊在前面的比赛里面 我们看到她面对季凌晨的比赛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控制型选手 哇 炮锤 黄旭的轮摆拳像炮弹一样轮出来 这个力量非常的大 但是赵磊躲开了 看起来黄旭的轮摆拳给赵磊带来了判断上的压力 开始小心的试探 控制距离 不停的前手骚扰 这也是一个成熟的拳击手所应该做出的决定 赵磊选择了碰拳 来缓和一下剑拔弩张的气氛 在拳击台上两个人的对峙 当两个人的打拳打满之后 都会出现一个互相读取对手的时间 后手摆拳 黄旭的中砲再一次打开了 赵磊再次精准地躲开 赵磊开始反击 后手前手吸黄两次 后手的中拳 再次的后手中拳 双方互助 两个人划一拳 黄旭重拳更重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黄旭和赵磊同时用右摆拳击打到对手 但是赵磊稍稍有一些摇晃 黄旭的简单进攻 再一次命中赵磊 黄旭的轮摆拳 让自己的力量破解了目前赵磊手中的技术 那么目前的主动拳在黄旭手中 赵磊也在找寻着机会 找寻自己技巧所发挥的节点 前手自拳 没有打到 再次的后手轮摆 赵磊后遗中的双手抱架 再次挡住了对手的进攻 两人终于进入到了对峙期 基本的基本技术 已经都在对方的身上使用开来 新的组合技术要再次启动了 黄旭冲出来了 冲进去了 在摇闪过后的重拳 两次的前手拳换来了黄旭的三次重拳 正面对决力量线选手 虽然勇气可嘉 但对于赵磊来讲 这样会极大的影响他本人的战术和打击思路 赵磊开始进入攻击范围 黄旭开始左右的轮返 赵磊失忆才怕 自己的头盔呈现了松动 谁 谁护头有问题 护头歪了 在刚才的一轮进攻中 黄旭的后手拳 把赵磊的头盔打到松动 根据我们的比赛 裁判要叫停比赛 让两位选手重新调整呼据 看我 不要上头 二 二 八 好了 比赛继续 赵磊先示意空拳 双方要十秒钟 黄旭一如既往的是一个后手 再一次的后手 世界变后这来冲上去了 对 刚刚那下什么意思 他如果他自己闻倒了 然后就是没站稳 这个算是 这个没事 没事是吗 因为他闻吗 因为他没打到 在比赛的第一回合 黄旭拥有着右手重击 宇宙幻影拳 这明显对赵磊的战术意图 和他整个对决的勇气 产生了影响 在贸然进攻之后 面对黄旭的正面对决 对于赵磊的这场比赛的 后续战术 当然是奠定了很好的经验 也对赵磊产生了巨大的威胁 赵磊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我觉得他只是空了 我都觉得空 他不用打中 我都已经觉得空气 感觉很痛 对 而且感到那个风 呜 过去有那个风色的声音 他那个拳重到 就感觉他不是拳 他拿的是两个铁头 就 他每次轮拳的速度和重量 我都能听到呜 的一声 我觉得黄旭非常敢打 他的这种节奏把赵磊就打乱了 他是感受到了黄旭给他的很大的压力 其实挺为他捏把汗 如果赵磊他可以把心态调整好的话 他是可以赢的 然后开始他就累了 明白吗 你就是他你抱你的话 直接就是不着急 一点都不着急 慢慢坐进去 坐进去 非常棒 然后打完了以后 打不到他的话 第一个时间就是放手放好 他反击 各大满满满 明白他自己过来了 这个是你的智慧 明白 这个智慧躲得很好 但是你要出拳 躲得很好 他基本没打到你 但是不要上头 不要上头 但是要出拳 知道吗 你躲完之后 就有了 第一场比赛上场的时候 那黄旭的大败拳 就是开始打 就失去意识了 我所练的就一点都没有用到 所以我就一直在重复这句话 不要上头 拉开距离 好 两边的边角已经出场 那么比赛的第二回合 现在开始 对于黄旭来讲 只有他的右手拳 是对于赵磊有威胁的 而赵磊在第二回合 如果能应对好他的右手拳 将会为自己带来 非常好的主动权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回合的比赛 好了 比赛的第二回合开始 赵磊报价降低了 前手的刺拳试探 加油 后手 前手 轮不到 后手 前手 果然赵磊选择了时间差势的打击 就像刚才这样 赵磊自己是有一个制空圈的 在这个圈里边 赵磊是非常有效地 可以控制自己的攻和防 两方的节奏 赵磊明显在心态和战术上做了调整 在赛前我们也分析了 赵磊就将立地成佛的唐僧 在他前面有一道制空圈 在这个圈的范围外 是赵磊的时间漂亮多长 黄虚的右手拳 需要把赵磊逼在一个距离内 赵磊一个变相 可以这样躲的吗 可以可以 这样是没问题 但不能转圈是吧 对 这样摇出来 不能背对对着 赵磊开始用脚步来控制他和黄虚的距离 这才是技巧性的选手所应该做的 跟对方的正面对决 虽然很勇敢 但并不值得提倡 黄虚的后手摆拳 再次以拙破巧一力相识会 想要打破这赵磊的空圈 赵磊一定要注意自己在台上的3D位置 如果到了绳圈和绳脚上 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位置 走 走 押紧了 赵磊示意自己的户头又出现了松动 在刚才出现头盔松动之前 赵磊运用的战术是非常得体的 赵磊的绝学画地为牢 在比赛中注意自己在场上的3D空间 注意自己的身后和旁边的位置 冰这种就是特别猛的人打的时候 就不能太技术化 他特别技术化的话会把他扑乱 走 好 赵磊还是找寻自己输出的机会 选择了更多的移动 低头 摇闪搂抱 这个战术是没有问题的 在拳击的比赛规则里 如果对方是一个直线型前冲的选手 搂抱对方也不失为一个好的战术 这个拳太重了 好 赵磊的前手放下了 看来是准备要用脚步去跟对方精进队 联系的变相 后手的直拳搂抱 后手的直拳漂亮 赵磊的脚步不停地右边 左右的摇闪 李小龙曾经说过 Be Water My Friend 这套战术行云流水 听口令 你这压着我的头啊 不要抱 我害怕 没有 你别老压我头 打击眼了一会儿流水 一会儿打上了一击眼了 转点啊 接下来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赵磊除了在游走和制空圈 来控制自己的优势以外 也要增加有效打击 这一回合才能拿下优势分数 后闪 后拳 前后手的连击 非常漂亮的一个节奏变奏 这才是赵磊所应该打出的东西 面对气拔山西历盖式的黄旭 赵磊应该突破对方的节奏 打出自己的速度 打得真好 真的好 有叶尔兰的感觉的 对于第二回合来讲 赵磊完全调整了自己的战术 用更快的脚步移动 注意自己的3D位置 特别是尽量避免自己在绳圈 或者绳脚这种后退和左右移动 受限的位置 跟黄旭进行对攻 这也是赵磊的绝学制空圈 黄旭的右手拳是介于俄摆 和标准摆拳之间的这种位移非常大 但是对于选手来讲 如果只出现手臂 单只手臂去阻挡 是很难阻挡住的 抱着头 直接进来 直接进来 好吗 直接进来 没有别的 你不用看着他 直接进来 近距离才是你的距离 你不用打了 直接就进来 必须要做这个 好吗 他第三回合越着急 越往间通 又越不着急 对 他很着急 他特别想打你 你让他打不着急 他更着急 他打不着你 你还打不着他 那他着急完了 还在这乐呢 他就喜欢笑 一直 总是笑 你说赵磊吗 对 我觉得他的调整 是贫贷床的调整 不像上一次那么上头了 这个其实对赵磊来说 已经是很大很大的进步 好 好了我们的第三回合的受响已经开始了 这是进入到比赛的最后一个回合 这场比赛一位是擅长画地为牢的赵磊 很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自己的拳锋 在比赛中特别难上头的一个选手 另外一位是依靠自己的激情和自己的宇宙幻影拳 来进攻对手的黄旭 在拳头的质量上 黄旭的重拳的力量更重 而赵磊的拳更准 这是最后的一个回合 全力以赴的我们重量级腰带赛的结果 即将在这两分钟之后给大家带来 能怎么样我不需要好 其实我做好了最快的准备 但输也要把自己的能量打出来 你练多少 你台上你就能看出来是多少 拳台上不存在换线 放 赵磊上来以后站在自己的边角 采取移动压制再移动的这个战术 一如既往的像第二回合一样 再次左右的移动 脚下脚步黄旭有点追不上 他藏手防得好好啊 左右的摇闪 赵磊再次利用自己的灵巧控制距离 并且把自己的制空圈战术再次建立起来 黄旭还是攒着自己的右手 再一次轮板打空 赵磊做了一个第一次摇闪 赵磊 无论是移动还是应骗 两位选手已经拼到最后阶段了 第三回合刚刚开始 双方已经把所有的火力全部打开 不要抱人 裁判对赵磊的摇抱进行了告诫 但这个比赛里面会被告诫 但不会被压点 除非特别特别多的摇抱 才可能会出现 裁判警告赵磊不要头前冲 有可能会导致两个人出现的意外损伤 后手 赵磊给他福利点头盔 再次轮板用摇闪躲开 赵磊目前需要做更多的有效打击 而不是躲开对方的拳 在比赛中过多的摇抱和躲闪 而没有辅助进攻的话 很可能被视为消极 而被判为烈士方 再次的左右躲闪 赵磊左右侧的摇闪 出了两拳 这两拳并不中 比赛的时间的第一分钟 已经马上过去了 赵磊需要做更多的有效进攻 不然会影响到裁判的印象分案 在没有KO的比赛中 印象分也会决定是 两位选手的胜负 赵磊被打到了后脑 这个比赛 这个拳是不会被计入有效进攻的 赵磊开始 左右侧的短拳进攻 连续的三拳 连续的三拳 再一次的后手 前手 再点 赵磊找到了自己的制空圈的位置 加油 赵磊的前手拳连续的点击黄旭的面部 也控制了黄旭的进攻节奏 黄旭现在没有很好的应急时间来轮出自己的重拳 赵磊 你只要想进攻你就必须得压下来 如果你不压下来你就打不进去 最后了 还有十秒 十秒 哪一组 加油 加油 比赛已经到了最后的时间 赵磊需要在十秒之内 给裁判留下一个好的印象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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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旭在最后的时间里 再次率先用出自己的右手拳命中 赵磊要赶紧想办法进攻 并且扩大自己的优势才好 再大一圈 赵磊躲就此摇闪 楼棒 黄旭和赵磊在最后的比赛中 一位选择了大巧不公的重拳出击 另外一位选择了行云流水的防守反击 可谓过关斩将重拳出 永不可当 两豪杰 黄旭说可能是最好的点 黄旭说 我觉得赵磊他首先他是突破了他自己 突破他自己的内心 黄旭的话就是 就是凭借自己这种这种 这种对胜利的渴望这种劲 这种勇气那种精神出来了 回顾一下比赛的三个回合 第一回合黄旭的重击 让赵磊的团队 以及赵磊本人 在第二回合改变了战术 第二回合的赵磊 在第二回合的有效打击数上 是占据优势的 双方的第三回合 在黄旭的进攻 和赵磊的防守中结束 比赛我们会在有效点数之后 判定两位选手的重击数 如果重击数类似 将会判定谁更主动积极的一方 也有可能会拿下这场比赛 勇气很重要 当你害怕的时候 他会拦阻你去做很多事 但是当你有勇气的时候 他帮助你做到很多 你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 这世界很酷